大家知不知道自己的神藝值多少錢呢? 竟然是有家目標的 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國際 Hello,我是EG 近日早上有網上或看新聞的朋友 都應該會看到柬埔寨或緬甸KK園區的一些買豬仔新聞 我知道看開我的大家,應該是等著最後一集 但是這條影片,我真的想今天推出 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 平常大家看的社交平台 你能夠看到的東西通常都是基於平常看什麼 如果你們看開我的話 我平常都是那些綜藝遊戲、開箱試吃 都是一些圍繞著吃喝玩樂的主題 我就害怕EG大國際的觀眾 會不會有可能就未必留意到這類型的東西 所以就很簡單跟大家說一下發生什麼事 因為雖然在台灣的情況是比香港嚴重 但是最近也聽到有香港人中招 就是有詐騙集團 主要就是用筍工去吸引人 你月薪可能10萬、20萬、30萬 不用工作經驗、不用學力 還要是做文職 只要你去外國打工就可以了 機票、酒店全部幫你出賣、搞賣 我不知道大家的WhatsApp、Telegram 那些有沒有都收到一些有信公介紹的訊息呢? 我自己近一個月來都收到兩三個的 那跟今次我要說的這個詐騙集團有沒有關係呢? 那我就不要考究了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在工作上 我現在叫做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也沒有打算在近年內輕易轉工 雖然我不知道那些人用什麼途徑去得到WhatsApp 但是我自己就直接無視了就算了 但是可能有些人本身學力是真的算低的 又沒有什麼工作技能 同時又要應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問題呢? 首先不討論他們受過的教學 令到他們容易分別到大話 就這樣他們的生活模式 生活環境就已經令到他們平時吸收很少資訊 通常就是開工、吃飯、睡覺 我小時候經歷過這個情境 就是上班、回家睡覺 有時候上班時吃飯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其他生活 也很少會去了解社會甚至世界發生什麼事 在這個時候突然收到一個瞬工的訊息 就可能明知道他可能是騙你的了 但基於自己的生活環境和收入 都可能會選擇不如搏一搏 就中了一招了 被騙的人基本上飛到外國一落飛機那一刻 就已經沒得回頭了 帶路的人就會立即抹收了這個小豬的護照 也會帶你去園區上班 當那個人知道自己已經是被賣小豬的時候 還可以選擇熟身 可能你在裡面就要幫你做事去熟身 又或者是叫你的家人朋友幫你熟身 但剛才都說過了 通常去的人都是經濟比較差 如果家裡是有環境的話 就不會經濟那麼差 那家人和朋友又如何付錢去熟身 還有付錢是否一定熟身呢 這個是沒有人敢寫包單的 工作內容就是叫你去做一個詐騙人 即是你也要加入他的詐騙行列 可能就是去水的人進一些娛樂賭博App 課金開戶口 也有可能叫你在裡面水更多的無辜人 進來園區一起捱 立即就想起了 如果有人曾經收到過一些哄你去做工的訊息 會不會是由一些身不由己的人發出來的呢 這個真的很無奈 有些成功逃脫到的人就透露了 一個星期就回六天半的工作 每天只有幾個小時睡覺 跟一般的售貨員一樣是需要跑數的 如果你到不到你那條數的話 那你就糟糕了 輕則有可能就是叫你搬一下磚 是沒有意義的搬磚 可能是你拿著磚 從操場的左邊 就搬到右邊 又搬到左邊 搬到你超累的 不要以為明天不用開工 明天還是要開工的 當你受到這些懲罰 你條數還是跑不足的話 那就糟了 有可能會將你賣到另一個更加恐怖的園區 上網找到到最後 就是一個最恐怖的園區 就是緬甸的KK園區 有傳聞就是進去了 基本上都沒有可能出得回來的 因為當地的貪污問題 你向當地的警察求助 是不會有任何幫助的 大家都知道 奴隸這些東西 女的就虐打、強姦 也有可能被人賣去做埋淫行業 男的話就是虐打之餘 還有機會被人活摘器官 即是監生 資深媒體人林宇峰 就在他的節目分享過一個 《理在柬埔寨的價值》的器官價目表 這個表令人覺得恐怖的 並不是那些什麼器官 只會有很多錢就可以買到回來 因為買器官 我們從小都聽到大 但真真正正有個價目表 在你面前都是第一次 你能夠見到心臟、腎、肝臟 這些很難求的器官 有你都可以覺得是正常範疇 價格很貴 真正恐怖的是 牙、頭皮、眼睛 就算你買到回來 你都不知道是否真的能夠 駁到用的器官 都可以賣 即是說那些人會買 但未必是因為要進行器官移植 不說他將人的身體 是利用到一個什麼地步 但有價目表是顯得出 這個市場是發展到一個什麼地步 有價又有市 即是如果不是能夠確保到 那些貨源是足的話 理論上是不會有價目表出來的 上網都見過有人說 給了錢都無法屬新的情況 又或者直接不要他屬金 總之就是不放人的情況 很可能就是那個人 血型、身體的器官 符合那邊詐騙集團的客人的要求 那個人器官的價值 就已經遠超於他的屬金 其實不要說遠超 就算同價都應該不會讓他屬新的 網上看到有些人會說不貪錢 不貪這些便宜 不發這些槍鈕 大夢就不會出事 但正如我剛才有說 受騙的人很多時候都未必有選擇 可能他們接收資訊的量比較低 他們本身的選擇比較少 不出去搏一波就無論如何都會死 有可能是因為這樣 又不能夠說所有的人 你出事一定是因為你貪 就不知道罵人、是樂人的那些人 就有沒有考慮到這個層面去說這番話 很明顯的 詐騙集團就是有考慮到這個層面 所以他們彈事就搞得成了 上網見到真的不僅是貪治的 也有很多去捆人、捉人進去的方法 其中有一件事就是 譬如那個小豬進去 他交不足 其中一個令到自己可以釋放的方法 竟然就是上網 去捉自己的朋友、家人過來 就進去的園區一起售 因為有熟人refer 他還要家人做朋友 那真的很容易落搭 也試過有情侶說只是去泰國旅行 途中有些人說道上團 然後再去參觀這裏、參觀那裏 一上到吉堡赤 那條河就已經回不了了 說去泰國 最近我自己也有不少朋友說想去泰國旅行 但真的希望大家也小心一點 都是上網找回來的資料 有人會說泰國會趁晚上、人煙稀少 一些沒有網管的地區 直接把遊客抓走 再丟去園區 而說真的,你看世界地圖 柬埔寨和緬甸這麽嚴重的地方 中間就是夾著泰國 那天天人蛇運來運去 如果泰國沒有參與 你可以這樣說,但不會有人相信 那麽多更不人道更加淒慘的案例 我就不在這裏說了 大家其實是可以去搜尋一下 只要你現在搜尋了很多 大家在面前多到你看不完 雖然近日已經有收到主路人物被捉了的消息 但其實是否從此 集團解散,告一段落呢? 大家在朗後 一個受害者已經去到成千上萬 亦都聽到有這麽多個國家 會不會說你因為捉了一個人 那他就停止運作呢? 當然希望是會啦 但想起來也不太可能 所以現在真的希望大家去到哪裏都好 有什麽陌生人找你都好 盡量小心小心 若然你要投身一項工作的時候 本身都希望你可以想清楚一項事情 如果那份供應是不需要你的學歷 不需要你的工作經驗 但就有高身口齒 那會不會其實他想要的是你份人力呢? 那這個真的要好想一下 如果不是那麽順 為何他要那麽遠在其他國家找人來做呢? 那多數他貪圖的應該都是你份人力 或者你的時間 通常給那麽多錢去請人就不會說你進到公司才慢慢學的 那麽多錢還何必要讓你進來才學呢? 希望被困的人可以快點回家 希望世界不要變得更加差下去了 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台灣有個叫做BOOM的Youtuber 他發生了什麽事? 另外就是如果萬一你真是看我的頻道才知道發生這件事的朋友 都真的可以多點去了解 多點關於新聞 多看一些新聞 多看一些世界的東西 因為這些問題 原來真的有機會有一天是發生在你身邊 甚至在你身上 那這條片到這裏就結束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戰爵 戰爵 暫時 傷心 抓一幫 mister 與之 Jahren 你 還沒 üropoli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